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五个男生 三个女生 排成一列 如果呢 依照下列的情形 各有几种方法 那我们来想一下 第一个 他说呢 五个男生全部相邻 五个男生全部相邻的话 怎么样弄呢 我们知道五个男生全部相邻 就有可能怎么样 五个男生呢 全部都在最前面 然后后面呢 就三个女生 对不对 或者是呢 有一个女生跑到前面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是五个男生 然后再怎么样 两个女生 或者是两个女生 然后呢 在这五个男生绑在一起 他们都一定要在一起 然后最后呢 这一个这个 剩下一个女生 或者是呢 三个女生都在最前面 然后呢 男生都在后面 那 这个东西 我们男生排男生的 女生排女生的 这样子可以吗 其实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来想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想 就是说 如果今天男生既然全部相邻的话 我们不如就把它绑在一起嘛 那我们呢 因为在刚刚讨论这四种状况里面 代表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这三个女生 跟这一坨男生呢 先把它做排列 决定呢 是哪一种状况 所以呢 就是四种人 对不对 拿来把它做排列 就三个男生加 三个女生加一坨男生 这四个不同的群体呢 拿来做排列 排列完了以后呢 你确定了 各个不同女生 在哪个位置 然后也决定 这一坨男生 在哪个位置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决定 这里面的男生 五个人 要怎么来排 OK 因为五个男生 只要相邻就好 但是呢 五个男生自己 还是有顺序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男生五个呢 拿来做一次这个排列 也就是五阶 对不对 所以前面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四阶呢 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三个女生 与这个 一坨男生 或者是一群男生 一群男生呢 去做排列 因为男生绑在一起 我就把它当作一群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五阶 是什么东西 就是呢 五个男生 在自己来做排列 五个男生 好 这样子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 四阶 算出来是多少 是24 那五阶呢 算出来是120 好 那12乘以12 是144嘛 然后呢 再乘以2 是288 再乘10 所以呢 答案是 2880种 可能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小题 诶 这个就有趣咯 男生全相邻 女生也全相邻 男生全相邻的话呢 是怎么样 如果今天男生全相邻 不就 比如说 是长 这样子 全部绑在一起 女生呢 全相邻 我们用这样的话好了 这样子 这个是男生 或女生 那当然呢 怎么样 状况也有可能会互换嘛 倒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也有可能是女生 男生在前面 男生在后面 所以男生跟女生 我们一开始都把它当作一大群人 所以呢 就是有两阶 二阶种 交错了这种排法 接下来呢 男生自己里面内部要排嘛 所以有五阶种可能 女生呢 自己内部里面也要排嘛 所以呢 有三阶种可能 所以这个乘起来是多少 就变成是 二乘上一百二 乘上六咯 二乘上六是十二 十二再乘上一百二 就是一四四零种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诶 这个第三题看起来就比较有趣咯 他说三个女生中 任两人 不得相邻 诶 刚刚是规定要相邻耶 啊 现在是不得相邻 哦呦 这个感觉还蛮困难的 要怎么达到呢 呃 其实这个不是这么好想 但是提供大家一个可能性 因为男生怎么样 你仔细观察一下人数的时候呢 男生是不是比女生还要来得多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先把男生画出来 哦 一个男生 两个男生 哦 我们不要用这个中文字好了 我们用英文字母boy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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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决定女生 呃 是跟男生是这个 有间隔 应该说两个女生之间不得相邻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确定 这两个女生中间一定有男生嘛 那我们先把男生身边呢 假设去创造出空位好了 好 比如说是这样子 男生的身边都去创造出空位 所以如果今天呢 三个女生 三个girl 好 应该要写这个g1 g2 g3 他们各自呢 去选了这六个位置当中的其中一个 好 想清楚哦 这六个位置当中的其中一个 然后怎么样 你去选了其中一个以后呢 不是就六个位置当中有三个就被占满了吗 其他三个是空的 那空的位置我们自动就把人并起来 好 举例来讲 我这个g1选到这里 我g2呢 选到这里 我的g3呢 是选到 比如说这里 那我们就把这几个位置给他拿掉 我们把这几个位置呢 给他拿掉 这样子是不是 g1 g2 g3 三个女生呢 就怎么样 就被男生切开了 所以你仔细想一下 你怎么样去做这个 这样子的方式 把女生放进去呢 女生都一定是不得相邻的 诶 所以这就是一个思考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先让这三个女生去选这六个位置 的其中三个 那怎么选 就是呢 第一个女生可以选这六个位置当中其中一个 所以有六种可能 接下来第二个女生选剩下五个位置的其中一个 再来第三个女生呢 选剩下位置的其中一个 不是就是六乘五乘四了吗 然后呢 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诶 啊这个位置决定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 男生 自己去排自己的嘛 所以呢 就乘上这个五阶 OK 所以前面这件事情是在排女生 后面呢 这个五阶呢 就还是在排男生 那我们算一下 这边是一百 呃这边乘六五四是多少 是一百二嘛 那后面呢 也是一百二 所以一百二乘上一百二 就是等于 一四四 零零种可能性 哇 这可能性就很多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 跟你呢 来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第三小题啊 坦白说是 最难直接想的 这个不得相邻这件事情 当我们在讲两个人不得 两 呃同样类型的 比如说都是女生呢 任两人不得相邻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在男生的旁边呢 去创造出空位 然后让女生去选这些空位 因为当他选了空位之后 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可以确保任两个女生不相邻 OK 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相邻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创造出空位 好 这个间隔之间的空位 这样子的话 当我去选这些空位的时候呢 就怎么样 两个人 两个女生之间就会不相邻 这一题希望大家呢 多想一想哦 多想一想 我去创造出空位